小犬颱风持续维持一个中度颱风的等级 它的暴风范围还是有250公里这样子宽广 我们看到它的中心位置以及它未来的移动动态 小犬颱风在未来24小时预测大致上会以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过去一段时间它虽然比较偏北移动 但是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比较往西的分量出现了 而在未来它逐渐接近到台湾的东南方的近海的过程当中 其实目前它的暴风范围已经影响到台湾的东半部 以及巴士海峡这一带的近海了 那这一帮的海上警戒区域就包含了在台湾附近的各海面 包含台湾东半部近海还有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这一带 那至于在路上的警戒区域呢 由于它过去一段时间的移动比较偏北一些些 所以影响的范围也往北扩了一些些 那所以说目前的路上警戒区域就包含了宜兰花莲台东 还有台中以南的各个县市 那这一帮所新增的范围呢 就包含了宜兰县台中市还有彰化云林这一带 那我们要提醒在海上的航行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 路上呢也要严防强风好雨 这个台风的逐渐接近已经为北台湾这附近 带来一波波的外围云系的降雨了 我们从目前的雨量观测上面就可以看到 在北台湾的这一带呢 其实陆陆续续在雨量的累积上面 都已经有来到30到40左右的雨量 而在比较大的雨量呢 其实在新北的山区 还有在宜兰的山区这一带 也有来到50到60毫米左右 也因此气象局目前是已经预发了这个大雨特曝 那未来也会根据实际降雨的状况 以及预测的情形去滚动更新这些特曝 那我们来看到在雷达回波的情形 那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 其实在今天的晚间到深夜开始会越来越明显 也因此这样子的降雨呢 是会越来越频繁 并且伴随一些比较短延时的强降雨 而在花莲台中也会陆续开始出现一些间歇的雨势 那至于在未来的降雨趋势方面呢 可以看到到了明天白天 比较明显降雨的地方呢 会出现在北部东半部到横川半岛这一带 但是中南部呢 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多云稻情的天气 那在澎湖金门马祖也还是多云稻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逐渐演进 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之下呢 这些地方也会逐渐的转为多云 或是有下雨的情形 可以看到在周四的晚间 北台湾持续的有雨 在东半部的雨势 明显的雨势是持续的 但是中南部的这一带呢 也开始渐渐的有一些雨量增多的情形 那到了周四的白天 一直到周四到周五的这段期间呢 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到南台湾的陆地 并且移进到台湾海峡南部的这一带 直接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之下 后续的这段期间 中南部的降雨是逐渐遭多的趋势 澎湖金门马祖也是转为有一些间歇降雨的情形 甚至在澎湖距离台风后续比较接近的位置 所以说呢 它的风跟雨在未来也会比较明显的增大 至于在风力方面 我们对应到刚才在降雨的整个情形 在未来的这两天的整个风力的变化呢 其实今天在整体的风力降雨上面 还没有比较明显的增大 但是各沿海的风力都已经明显的增大了 而到了未来 随着台风的环流逐渐的靠近 在南台湾这一带 以及东南部恒春半岛 还有蓝与绿岛这边 要特别留意在5号的清晨这一段期间呢 也就是4号深夜到5号的清晨这段期间 在南台湾的这一带 可能会有这种接近台风附近 中心附近的强风出现 那这样子的风力等级呢 可以来到12级以上的强震风 是相当具有威胁性的 而其他的各地呢 也要留意像是在海峡的地形的效应影响之下 这个东北风经过台湾海峡 也会有一些加速的情形 所以说在台湾附近的各沿海 都可以看到9到11级左右的强震风 这样子比较明显的风势呢 一直到5号 一直或甚至到6号的清晨这段期间 都可能会持续 但是5号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的往西移动 在整个强风区方面呢 会逐渐的也是往西移动 东半部会比较先一步 风力比较缓下来 但是在澎湖金蓝马祖 在5号的晚间这边的风势 还是相当的强劲 而各沿海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大浪 我们要提醒在台风逐渐通过的情形之下呢 南台湾这边的近海浪高 可能会有8米以上的巨浪出现 而台湾附近各沿海在4号到5号左右 也会有5到6米以上的浪高 那至于在温度方面 今天也要稍微留意整体温度的变化 今天在北台湾呢 在银封面这一带的云量比较偏多一些些 所以在高温上面大约是27 28度左右 那其他各地还是多云稻情 有看到阳光 高温来到了30度以上 至于澎湖金门马祖呢 也大致是多云稻情 其中金门的高温今天是在31度 不过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风场的逐渐变化的影响之下 明天在金门这一带呢 可能会有一些沉降的高温出现 也因此预测明天呢 如果这种沉降的效应有发生的话 金门的高温是可以来到36度左右 要留意这样子比较偏高温的情形 那至于台湾其他各地呢 由于云量增多的影响之下 其实高温比今天略降一两度左右 那分布上面大约是在28到30度左右 也因此我们总结来提醒大家 整个影响的时序 周三周四也就是4号5号 这段期间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 风雨都相当的明显 那在我们的东半部恒春半岛 可能会有局部豪雨 或是以上等级的降雨 至于在北部南部 还有中部山区的这一带 这段期间也可能出现大雨 或是豪雨等级的降雨 提醒大家要留意 那至于在5号的凌晨 这段期间随着台风组件的接近呢 在我们的台东 南雨绿岛 恒春半岛这一带 可能会有接近台风中心附近的抢风出现 一旦气象局侦测到 这样子的抢风组件即将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发布到 抢风抢风告警的即时讯息 提醒当地的民众 而至于在明天呢 适逢大潮的期间 在台南以北这段这个区域呢 沿海的迪洼地区 也要稍微留意一些 排水不良的情形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